学历和就业到底能不能成正比呢 现在拥有高学历却得低度就业 在台湾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但是博士卖菜这样一个真实个案现身说法 听起来还是叫人心痛 学者就呼吁台湾的教育应该要走回头路 也就是回头发展继织教育 博士生卖鸡牌 让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大骂实在太浪费 而留学海外同样攻读博士 后生市级创办人张俊吉却改行去卖菜 对他来说卖的是创新卖的是真本事 是的根据人力银行统计 高学历已经不再是高薪的保证 这样的例子现在社会中实在太多 据也举不完 就有台大生去卖面同样闯出了一片天 而身为一个求职新鲜人 硕士毕业生Tina自有一番自己的见解 我不觉得自己是硕士的学历 然后就不能够低就 或是不能够去做自己相关科系以外的工作 所以因此我觉得硕士学历对我来讲是个加分 那我可以用我可以不用 没错在网上攻读更高深的学问之前 不妨先衡量自己的兴趣以及希望补足的能力 在网上攻读才不会耗费时间 却没有相应的效果 可以读硕士但是可能博士的话 目前这个环境我建议可能先工作再念 不要因为考上而考上 那也不要因为需要苏式学历而随便选一个学校 我觉得现在虽然苏式学历蛮普遍的 但是他们还是会看学校 并不是因为的学历 现在的大学生不论是想先进职场卡位 还是继续向上攻读 做选择之前要先算清楚 哪一条路对自己加分最多 才不会多走愿望路 经济日报萧博亲台北报道